儿童就开始修 从小到老都学这个东西 你这个社会你怎么会不乱的 哪有不乱的道理 这个我们一定要明了 一定要知道 我求学 跟着三个老师 三个老师理念跟方法都是一致的 他们彼此并不很熟悉 为什么一致呢 都是受传统教学 所以对我还是用传统教学的方法 我到台中去亲近于老师 说明很想跟他说 拜他做老师 老师看了之后 看看我这个样子 挺诚恳的 那马上就开了三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 你既然依我为师 那就听我的话 听什么话呢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用我修佛骂 只可以听我讲经 除我之外 不管是在家出家 这些大德 这些大德 法师 他们讲经 一律不准听 只能听他一本 那第二个条件呢 从今天起 你看文字 就是看书 不管看佛书 还是看世间书籍 没有经过我同意 也不能看 第三个条件是 那时候我学佛 学了 也学了几年了 他学了四年 跟方栋梅先生一年 跟张家大使三年 学了四年 你以前学的 我统统不承认 一律作废 从今天起 跟我从头学起 我那时候当时听了 就感觉到 这个老师 怎么这么把握 目中无人 可是在之前 我们也打听很多 听说这个老师 真的有道德 有学问 很难得的 一位善知识 所以当时 想了一想了 好 我就接受吧 接受了